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多人死于枪弹 南部城市图瓦至少有三人遇害 第二大臣曼德勒也有两人胸部重弹死亡 明镜安全部队从前一天开始露出真理面貌 寻求自保的民众就算铺砖头 堆垃圾桶 废弃木材 当作路障 也堵不住军方的残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联合国指出周日的镇压行动 会有至少30人受伤 85名医疗专业人员和学生以及7名记者被逮捕 而且从2月份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人遭到任意拘留